社会重大案件来关心 发生在4月10号 台北市内湖康宁路三段的重大枪击案 案情一度因为嫌犯徒步脱逃 制造追查的断点陷入胶着 而警方连日追踪 锁定开枪的30多岁嫌犯 他预谋安排逃亡路径 12小时内就从内湖逃到澎湖 待了两天之后 已经出境前逃到东南亚 警方已经寻现逮捕了 中途协助枪手脱困的11名共犯 而刑事局国际科也介入 准备跨海歹人 内湖康宁路前制作人 被连开15枪满地血迹 他腿部重4枪 案情一度陷入胶着 开完枪之后 枪手变装脱掉外送员衣服 徒步一个小时 从内湖走到西纸转搭计程车 客运台华轮12个小时之内 就到澎湖 入境澎湖之后 枪手还在街上闲晃 悠哉两天再逃往东南亚 手机再来 逃往路径经过缜密安排 车航里面三个人分别帮他送餐 整理台北战时居住所等小细节 大方向就是要往海外逃 陈姓船主介绍岩姓船主给枪手 让他顺利出境 包括两名船长在内等11个人 通通被抓 也锁定枪手是大约30岁的男子 有妨害自由跟伤害前科 去了解背后的是不是 有这些黑棒在做操纵 周边所有人都被逮了 就缺犯案枪手 被害的制作人 一度传出卷入30亿的经营权纠纷 但包括被害人 还有盗案的嫌犯 都三间其口 案情扑朔迷离 近距离开的这15枪 警方肯定背后还有藏镜人 记者刘四周中林台北报道 有隐私 得到 来 我